众所周知,娱乐圈向来有很多大型尴尬现场,比如撞山,比如当众杂场子,再比如人设翻车,当然了,这其中要数最有看点的,还得是与前任同台。这里是瞎谭与子匠,今天,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娱乐圈里明星与前任同台的尴尬现场吧。 要问每年发沙晚宴最精彩的是什么?莫过于合照环节了。当时,为了给电视剧《无诸夫人》、《营业》、杨幂和威廉整晚都是黏在一起的,甚至在合照时还亲密地牵着手。殊不知,另一边杨颖正在对华少和李线极力劝着往威廉边上站。杨颖自然是不想的,为了不跟前男友站一起,她急得原地转圈。 但李线似乎一点也没意识到杨颖的尴尬,热心肠的她依旧张罗着让杨颖往威廉那边走。 不少网友吐槽道,杨颖就应该回头牵着中楚西一起上台,打李线一个,措手不及。 估计这件事之后,李线会恶补一下娱乐圈情势。 2005年,杨颖跟威廉一位搭档主持一档儿童节目相识,随后日久生情。 彼时,杨颖只是个模特,威廉也还只是娱乐圈的不知名胡卡。 2009年末,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,当时外界有不少传言说威廉被黄晓明给戴了绿帽子。 对此,教主邪面一笑说,我不认识威廉。 不久之后,威廉也公布了新恋情。 他与杨颖的这段情,也成了过去式。 谁能想到,这么多年过去了,竟然还能看到两个人同台,不得不说,实在是太精彩了。 说完了杨颖,再来说说始作俑者李线。 李线跟钟楚希,曾经也让许多网友磕得最生梦死。 2014年左右,李线跟钟楚希都还是娱乐圈的小透明,两个人在微博互动得相当频繁。 钟楚希晒美照,李线会直接评论美到无法直视了。 钟楚希分享拍宣传片的花絮,李线也会立马现身评论区,送上三个谜地亲信眼。 甚至在那段时间里,李线还会公开示爱。 他曾在微博写过一篇极其肉麻的文章,肉麻到穷瑶阿姨看了都得直呼一声好家伙。 这篇文章也被广大网友看作是李线写给钟楚希的情书。 如今李线跟钟楚希都有了名气,但却早已经逼了,两人在社交平台上没有了亲密的互动,在线下也不会有什么交集。 所以,这次看到两人同框,广大网友们纷纷激动了起来。 想科制对古早CP。 2003年,霍建华与陈乔恩合作了电视剧《千金百分百》, 两个人因此擦出了爱的火花。 彼时,他俩还被媒体拍到过一起去夜市买衣服,关系相当亲密。 可这段感情并未维持多久,后来霍建华在采访中表示, 陈乔恩要得太多,而自己只要事业,两人认知不同,戏拍完,感情也走到了尽头。 分手之后,霍建华与陈乔恩先有交集, 直到2013年才合作了电视剧《笑傲江湖》。 剧播期间,霍建华受邀录制《非常近距离》,主持人论他对绯闻的看法。 霍建华表示,自己对绯闻的态度就是不回应,随便别人怎么说。 随后,主持人接着问,你会排斥与陈乔恩复合吗? 霍建华回答道,我不会故意去抗拒任何事情。 此话一出,网友们都以为这段感情还有复然的可能。 2016年,两人在某个音乐颁奖典礼上再次相遇, 当晚携手领奖的多半都是情侣,天天他俩被安排到了一起。 更尴尬的是,那时的霍建华已经公开了与林心如的恋情, 身旁却站着自己的前女友。 作为昔日的情侣,霍建华与陈乔恩的不自在简直都快一出屏幕了, 两个人在台上一度冷场了十几秒, 最终靠着主持人欧帝的解围流程才进行下去。 这件事之后,两人没有再合作,也没有再公开同台过。 胡歌公开承认的女友只有两位,第一位是薛嘉宁。 当年,胡歌在探班好兄弟袁洪时,对薛嘉宁一见钟情, 随后便展开了黄热追求,两个人谈了很久的地下恋情。 一直到2006年,胡歌发生意外, 薛嘉宁现身并不离不弃地照顾, 两人的感情才被摆到台面上来。 但是,感情公开之后,胡歌的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, 他太容易疑神疑鬼了。 薛嘉宁对胎时,他觉得是女友联合狗仔故意将恋情曝光的。 由此,两人发生嫌隙,分了手。 此前,胡歌去看了薛嘉宁的音乐剧, 网友们还猜测两人是不是要复合了。 不过可能性应该是不大,毕竟十几年过去了。 对比第二任女友江书颖, 胡歌则显得坦然很多。 2014年,胡歌与江书颖在拍摄《旋风十一人》时音系生情, 两人恋情曝光的机缘, 是在机场被广播催促登机,相当于昭告天下。 另外,两人还被拍到在机场甜蜜喂食。 恋情曝光后,胡歌的老毛病又犯了。 他觉得是江书颖故意曝光的, 于是便连发数条微薄,大到苦水。 最后几经求证, 发现不是女友的郭之后, 才承认了与江书颖的感情。 2015年,江书颖在《好心上》的发布会上表示自己跟胡歌已经分手。 2016年1月,《旋风十一人》开播, 虽然恋情已成往事, 但是剧还给宣传。 整个发布会现场相当尴尬, 江书颖全场没有给胡歌任何眼神。 胡歌讲话时, 一旁的江书颖左看看右看看, 还时不时地点头微笑示意, 但就是不肯看胡歌一眼, 仿佛自己身边没有人一样。 倒是胡歌悄咪咪地偷看了几次江书颖。 郭彩杰跟杨又宁因合作电视剧《向前走向爱走》, 擦出火花, 两个人因戏生情后交往了三年, 经常在社交平台秀恩爱。 不过, 在一起十多甜蜜, 分手同框就有多尴尬。 分手之后, 郭彩杰跟杨又宁此前合作的电影《对风说爱你》上映, 不得不同台营业。 结果, 合照时他们俩一个站在最左边, 一个站在右边, 中间愣是隔了三个人, 堪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。 就连如今家庭幸福的邓超, 也遇到过与前任同台的尴尬场面。 2015年, 邓超凭借与段奕红、 郭涛合作的电影《烈日灼心》, 拿下了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。 没想到的是, 颁奖嘉宾是他相恋三年的前任郝磊。 只见郝磊先把奖杯给到段奕红, 两人短暂拥抱了一下, 接着又为郭涛颁奖。 然后, 另外一位颁奖嘉宾把奖杯给了邓超。 在这个过程中, 郝磊与邓超没有任何实质接触。 短短的十几秒钟, 是邓超和郝磊分手多年后的首次同台。 没有寒暄, 也不可能有和解, 两人就是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。 2002年, 邓超与郝磊因拍摄《少年天子》、 因戏生情, 暗暗走到了一起。 剧集播出后, 两人一起参加了很多节目和采访, 积极营业。 很多人说, 两人分手, 是因为郝磊不顾邓超阻拦, 一定要参演某部大尺度电影。 但这个说法, 早就被郝磊否认过了。 之所以分手, 主要原因在于, 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 邓超想红, 而郝磊只想好好演戏, 做一个好演员。 两人的事业观, 价值观存在本质的不同, 这也注定成了两人人生的分水理。 邓紫棋和华晨宇的绯闻要追溯到2015年, 两人彼时确实有过一段恋爱。 2016年, 华晨宇在台上领奖时, 镜头切到了台下的邓紫棋, 现场一片尖叫。 华晨宇淡定地说道, 刚刚镜头是给我的绯闻女友了吗? 2017年, 邓紫棋参加了综艺节目《金星秀》, 耿直的金星直接问, 你俩没谈过恋爱吧? 邓紫棋没有否认, 而是笑着回应, 你去问他。 2018年, 华晨宇参加歌手总决赛时, 他邀请了邓紫棋作为自己的帮场嘉宾。 私下排练时, 两个人的互动非常有爱。 2019年, 邓紫棋在自己的《新歌》发布会上称, 自己和圈内人有过一段感情, 但两人已经被破分开了。 说完他还抹起了眼泪。 根据时间线来推算, 这段感情的男主人公应该就是华晨宇。 再来说说黄晓明与李飞儿。 之前, 李飞儿参加了《浪解2》, 黄晓明正好是那档节目的见证人。 就在大家准备看戏时, 黄晓明却突然退出了节目。 不过, 节目播出时还是保留了黄晓明与李飞儿的互动。 节目中, 黄晓明P流程问道, 第二个表演的人是谁。 沉寂了一下之后, 李飞儿举起手说, 是我, 小明哥。 随后, 黄晓明自然接话, 来吧, 菲姐。 此前, 陈兴旭和张静怡合体为电视剧《一见清新》做宣传》, 采访过程中, 张静怡的眼神一直飘忽不定的, 两人做得也很远。 有网友调侃说, 两人之间像隔着东非大猎谷, 虽然有点夸张, 但两人确实表现得很拧捏。 作为男女主的两人为什么会如此尴尬呢? 据悉, 陈兴旭和张静怡在拍摄《一见清新》时音戏生情, 但是, 拍完没多久之后, 两人就分手了, 所以这次才会这么尴尬。 最后, 再来说说贾乃亮和李小璐, 众所周知, 他俩当年在跨年晚会上合唱的, 全部都是你, 堪称是大到脚只能抠出个三十亿厅来。 彼时的李小璐, 正身陷出轨门风波, 但两人为了赚钱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台表演。 跳舞过程中, 贾乃亮伸出手, 李小璐却没有接, 之后的两人更是全程毫无互动, 明明唱的是甜蜜情歌, 却尴尬至极。 这天之后, 李小璐与贾乃亮就不再有公开同框的场景, 两人的联系似乎只剩下了女儿甜心。 娱乐圈的明星们分分合合, 有的分手后还能做朋友, 有的一合体就成了修罗场。 不过, 吃瓜群众们凑个热闹就好, 不必太较真。 普通人遇到前任尚且尴尬, 更何况是在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的明星呢。 虾米匠们, 你们知道娱乐圈还有哪些明星与前任同台的尴尬现场吗?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, 关注点赞我,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。 我们下期再见吧。 请回多么高兴 名顾 中文字幕顽